在今天传出一个消息 很多人的心都快碎了 因为呢 就是因为台风的关系 去年新乐客台风之后 传出来奥万大惨遭毁容 风树不是泡了水 就是被杀掩埋 风红片片 当时凤飞飞的这首歌 风铃什么的 风铃小桥 真的不在了吗 很多人说我都还没去看呢 现在没有了吗 现在呢 领馆处紧急风源 最后的维护 但是已经五个月了 当地的枫叶说不红就是不红 原本应该是上阴区了 当地都没有办法 迷送业者半年没有生意做 他们担心奥万大的枫叶 会变成历史 那么风灾之前这么漂亮 现在变成这样子 现在他们想办法说 能不能找到大学方面的 相关科系的专家 想办法来抢救 我们今天想要跟大家来还原的是 抢救能不能够成功啊 怪兽来回不停的开挖 要清除地面上满满淤积的泥沙 阿万大风景区原本应该是枫叶红了 但现在却没半个游客 入口处大大的告示牌 显示着休息的状态 当地民宿业者说 他们已经有半年没有做生意了 我们也是受了这些天在影响 然后重建家园以外 就是一方面我们种植一些高山的蔬菜 然后就是以此 目前以此为生 业者说这里的枫叶不红 吸引不了游客来 阿万大风景区在台风过后损失惨重 一直都没有修复 每一棵枫树都像这样子树干泡在水里 即使台风走了水位退了 也是被土石堆掩埋着 比照风灾之前 枫叶顺开 风景优美的景象 现在是泥沙淤积15公尺高 风叶都枯萎了 它原本是这么高 然后它就逐渐的冲刷冲刷 然后一切一切的这样子 过去曾经拍过那个 那个风 六零年代年轻小 他们拍过一部电影叫风疫情 早期天影取景的风景胜地 现在得由中心大学的研究生 监控研究进行抢救的工作 年管处预计在今年暑假重新开源 但是二万大的风叶 哪时候会再红 所有的人都在期待 中文新闻周大祥南投报道